格蘭偉手術失敗 蔡振元穩坐立委猛作 立法委員蔡振元 罷免案 昨天情人节正式投票 台北市长柯文哲 一早又到投票所 路过了 因为选举可以宣传 罷免不能宣传 就没有道理 虽然格蘭偉有柯文哲加持 但结果出炉 76737人赞成罷免 2196人反对 但是整体投票率 仅24.98% 贵达港湖区选举人数的一半 因此格蘭偉所述 正式宣告失敗 这下蔡振元可拽了 乡亲们有目共睹 用极低的投票率 教训了政治诈骗集团 这些太阳花投资 的无知 无理 违法 下流 手段的罷免行为 财政员越说越气 最后当然忍不住 还要P一下柯文哲 我要特别感谢 罷免的大家长 柯文哲大人 以及 他的老鼠团队 一直对我这位助选大将 面面不忘 今天 也将是柯文哲大人 开高走低的第一天 口气酸溜溜 实在是因为 柯文哲一下 剖场投资 一下又路过罷免造势现场 只是柯文哲也不是省油的灯 当然立刻回嘴 我想今天是情人节 我们是要说下一次去瑞士 带他太太去就好了 看来这下柯文哲 大战菜圣员这场戏 还有的演 东新闻 四小两口 剁嘴要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